露營除了吃頓麵和吃班戟之外 可以吃什麼呢? 試試蒸馬拉菇吧! 材料主要都是粉狀 所以攪拌一下 首先是吉士粉大約10克 黑糖或黃糖有一部份 另外是砂糖 總之兩樣糖加起來 大約40克左右 然後是淡奶 好吃一點 煉奶應該是牛奶也OK 30克左右 泡打粉 或者是自發粉 總之加起來大約40克 40多克就可以了 接著上山後就加油 加奶 打一隻蛋就完成了 因為主要都是粉混合 所以都沒有什麼次序 在山上 在家中就涼好了 先加自發粉 如果用自發粉 我建議可以再加少少泡打粉 如果用低筋粉 就要加大約10分之一 是泡打粉 這樣 接著就加糖 先加砂糖 其實都沒有分次序 再加黑糖 黑糖就是湯色的 如果純加黑糖可能太甜 黃糖那些可能太甜 所以就 可以減少分量 如果太甜 也可以減少分量 因為都是乾身的粉 總之拌勻它就可以了 其實你全部放進物件袋 上到山前拌勻 所以不拌勻也可以 但是我現在就不是上山 所以煩了東西都要拌勻 接著就再涼 就加吉士粉 吉士粉大約10克 8克 都不是很critical 只是吊尾 我想這個蛋糕 有很多味道都在這裏 是蛋糕 這個是馬拉糕 接著是淡奶 淡奶也是另一個味道的來源 如果上山 當然可以用鮮奶代替 因為淡奶也蠻嚇人大 要冷藏 所以上山 我就建議不要拌液體 液體最後才拌 上山才拌勻 我突然間沒有加橄欖油 改加粟米油 其實都沒有分別的 不過是沽寒 因為橄欖油 就用來做其他事 撈得七八八 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打完蛋再拌勻 就可以拿去蒸 整個麵糊 就知道這個叫麵糊 上次做個芝士蛋糕 不會叫什麼蛋糕醬 亂說 其實是麵糊 就是這樣 好 趕快把蛋放進去 拌勻 拌勻 就是蒸 就是這樣 喜歡的話 就放一擺 讓泡泡泡 散了 表面可能會比較好看 但其實有些洞才像馬拉高 所以不用了 不要那麼完美 讓大家注意 好了 蒸東西都可以用到我的標準設定 就是用酒蒸爐架 放在底部 然後就 加點水 在鍋底 就是用一隻碗去蒸 這個水袋 其實就是一般好用 貨運來到之前 就忍不住買一個Colman的爐頭 今次用一下它 其實我喜歡以前的泰爐頭 多些 我們就買了去用 順便試一下 近日都有點封大 用這個爐 就不需要封擋的聲稱 那感覺一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的 好 大約要蒸15至20分鐘 突然間山痕 就跑到花園拍攝 順便直播 今次就發覺 我用過的碗 被人霸佔了 所以用過矮一點的碗 有機會有倒汗水滴回去 無論如何都好 都是這樣用的 因為蒸那天都很冷 只有7度 而且都大風 所以就 嘩 嘩 掃了看 但不要經常掃 如果掃得多 蒸氣不住 可能蒸不透 但我示範錯誤 順便要熬底 看到它是醬汁 即是 in the wild track 再蒸一下 真的只有7.5度 所以都挺冷 不過蒸東西挺好 蒸東西有點暖 上面會暖暖 好了蒸好了 就拿回入屋了 那怎樣才知道蒸好不蒸好呢 其實關鍵呢 就在於你要拿一把 拿一支筷子 看看有沒有麵糊 或者有沒有粉漿 是沒有弄好 因為我快點才決定 走出去後花園蒸 所以就沒有帶筷子出來 唯有拿回入屋子才可以 嘩!好彈啊! 正! 即是成功機會極高 總之你不要一瓶漿 蒸得熟 味道問題 所以沒什麼問題了 拿一杯吧 看看熟不熟 拿出來 拿出來 一刀 沒有蛋漿 沒有蛋漿 全部砸 完成 完成 拿上來也撕開給大家看看 看不看到嗎 你看看一個組織你也知道成功了 就是馬拉高的樣子 就是 味道也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 只剩100% 好了 就這樣了 下次再研究一下有什麼 再試一下用露營曲 沒得露營 頂住忍 今集就這樣 多謝收看 特別名謝YoutubeMember 及Patreon支持者 好了 喜歡訂閱 有緣叫大學照顧 有問題 留言交流分享 拜拜